恋爱三年了 我们的感情仍然甜蜜依旧 归根究底 还是我女朋友交得好 从最开始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 谈恋爱就是盖房子 知道地基是什么吗 就是分享欲和仪式感呀 她说无论是绚丽的晚餐 还是美味的午餐 都可以和对方分享 随手刷到的笑话 和工作遇到的不顺心 各种琐碎的情绪 都值得让对方共同感受 不管在一起三个月还是三年 也不能忘了一些 必要的仪式感 在彼此重要的日子里 哪怕只是在零点 发一句充满爱意的问号 或是带她去一家 收藏已久的美食店 都是在意的证明 第一个啊 如果我送的东西 或者做的事情不合适 或者你不喜欢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不要把那些 很小的矛盾和不满 接力到最后 变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好 第二 我们要对彼此说好话 我们都是彼此重要的人 多一点鼓励和肯定 都是支持两个人 更好地往前走的能量 当然 你是最棒的 哎呀 震惊点 最后一点 不管有多忙 我们都要给彼此 留出时间 过一段时间 就要聊一聊两个人 对现在 以后的打算 毕竟 我是真的想和您 一直走下去 我也是啊 我真的很喜欢 她教我如何爱她的样子 一种莫名温暖的目光 从黑夜走到尽头 收藏着太阳 有时候大雨 模糊了方向 那些不想逝去的 还是失去了 留下几道棒 习惯多少伤 终于找到了摇晃 呼吸着苦难隐 藏于你的脸庞 泪水未成河 声明唱成歌 迈不还用力的跳动啊 无数双眼响起明星 方向仰望 当你穿过世界上 所有黑夜啊 手捧着流星 别再坠落 就变成一盏钢 月光追随着 飘灯的人 走向远方 世界上所有黎明 总会到达 一种莫名温暖的目光 从黑夜走到尽头 收藏着太阳 有时候大雨 模糊了方向 那些不想逝去的 还是失去了 留下几道吧 留下几道吧 习惯多少伤 终于找到了摇晃 呼吸着苦难 隐藏于你的脸庞 泪水未成河 声明唱着歌 生命唱成歌 迈搏海 迈迫 还用力的跳动啊 无数双眼响起明星 方向仰望 当你穿过世界上所有黑夜啊 手捧着流星别再坠落就变成一盏灯 月光追随着跳灯的人就向远方 世界上所有地平总会遭遭 当你穿过世界上所有黑夜 手捧着流星别再坠落就变成一盏灯 月光追随着跳灯的人走向远方 世界上所有黎明总会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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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所有黎明总会到达